新消息 台宿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大访王月兰的监护权 引发了王文阳跟王月兰外甥女黄培琪两人相争 台北地员认为王月兰年事已高 不适合变动照护的现况 因此将他的监护权判给王文阳 法官认为王文阳跟王月兰的感情很深厚 再加上王文阳是常年负责他的生活起居 可见他是非常信赖王文阳 因此最后决定将王月兰的监护权判给王文阳 不过这样的结果让王月兰外甥女并不能够接受 强调会提出抗告 看来这场监护权之争在短时间内还没办法落幕